全國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準時收看 彪股俱樂部 我是顧德頭顧總顧問 湯淑葵 湯老師 6月18日 看一下台北股市 最低的時候跌8日 最高的時候漲43 收盤拉尾盤 漲36點收盤 收在10566點 K線是小紅棒的 重點是太陽沒有量 今天成績量8月 8百億剛剛好 那它代表什麼意思呢 物清物洗 台北股市還是一樣 你看它郵報皮靶半這邊就是 橫看成你測成風 原則上還是一樣 就是一如我之前規劃的 它就是被季線壓著它 沒有過季線之前不要太過樂觀 那就是在季線之下 上上下下 來來回回來來回回的一個遊走 昨天延續到昨天的一個講法 我講過會一直整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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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7月 那8月之後才有機會飄桂花香 而這個桂花香一飄啊 可能就是走到年底去了 也就是說這個高點它不是高 那重點來了 這個地方它迎接的是什麼 是歐美股市的旺季 那我現在從這個地方來看 你會覺得這個大盤 很所謂的一個矛盾 又沒有量 日暮相關何處是 煙波江上死人籌 你會覺得這個盤很悶 不知所措 很無聊的 那你就會抑制消沉 所以為什麼抑制消沉 很簡單嘛 指數我講過不重要 它就來來回回來來回回 為什麼 因為它除全席的旺季 我昨天也跟你談了 你看我昨天剛講完 除全席的旺季 今天報紙就看了 除全席大席開始 重磅五燈場 8月之前除全席增發指數的細霸點 所以你每天漲 每天漲沒有用 它就是怎麼樣 每天漲隔天又下來 每天漲隔天又下來 你看今天收紅盤 今天小紅街 過幾天如果明天搞不好又開低 所以就來來回回 講了中天漏漏 我告訴你 指數到7月底之前 它都不重要 原因我昨天就跟你講了 除全席的旺季 會有400點會蒸發 老師這報紙你什麼我什麼 我昨天就跟你講過 所以你看我發現 我常常講的東西 報紙就會開始看 操作的部分還是一樣 你不要因為盤整盤 好的股票 它不會因為盤整 然後就不會漲 股票的走勢 它一定是漲漲跌跌 這此時此刻在很悶的盤裡面 還是有錢賺 再過來還是要跟你談 除了台北股市 我認為還是一樣 你覺得現在很悲觀 覺得很無聊 這個時候你要打起精神來 企圖心決心 這幾天我都跟你談 你有沒有 有的話等一下我們狙擊擋股票 還是一樣會賺錢 你說怕中美貿易大戰 美國內需 大陸內需 台灣內需 這些相關個股 它都會一一韓信點兵的 什麼 慢慢的餘逛而出 如以後春省般 回過頭來 投資朋友很擔心的 所謂得到窮的問題 那我也跟你講過了 昨天還跟你談 今天報紙就頭版頭條 川普已經宣布要開始競選連任 他的火車競選列車 開始起跑 那你要競選的人 你會怎麼做 去想一想 最近的競選人物 像以郭董為例 郭台銘 郭董 你看是不是全身走透透 就跟川普一樣 競選列車開始起跑 那他起跑會怎麼樣 你會發現他會開始怎麼樣 放力多 我當總統以後要幹嘛 幹嘛幹嘛幹嘛 所以只會 你會去競選的時候說 我跟你講 我要中美貿易大戰 我要再掀起全世界的波瀾 我要跟誰誰誰幹嘛幹嘛 不會嘛 你一定是盡量講好的 避開壞的 這樣聽得懂嗎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 之前 跌最後一波之前 我就跟你講 他ABC修正完畢 他會開始走ABC 也會到夾 他有沒有開始 開始 突破之後 是不是來到夾 我告訴你 我說他會直接來到家 他直接按地拔衝 那代表什麼意思呢 你會發現都是紅K 紅K 他叫做多頭強烈的表態 延伸過去之前 左邊的這個ABC的下沙 他就變成殺假的 如果他是殺真的 那殺下來都是套牢散戶 他不會長這麼快 他會這樣慢慢長慢慢長慢慢長 再突破 消化這邊的脈牙 他一口氣長上來 表示這個叫做洗盤 所以顯見得他還有高點 這是我對美股到窮的看法 那這個高點上來之後 我認為他整理整理整理之後 你會發現 他離前一波的反壓非常的近 再往下看 你會發現整個的型態結構 左肩 右肩 頭肩底他是成型的 他只是在右邊 這一波我跟你講過ABC他殺假的 才會有這一波急拉 拉上來之後 你會發現他就不跌了 放大 你會發現他就不跌了 你會發現他不跌了 這是我在六月十一號的一個畫圖 我們來看一看 他是不是真的不跌了 請你給我看 你看他是不是真的不跌了 而且站在季線上面 真的不跌了 準備要怎麼挑戰新高 左肩右肩都成型了 那隨著所謂的川普 他的競選列車啟動 大家都很擔心 全世界系統性風險的問題 中美貿易大戰 所以我必須再跟你 不斷的念資再資 中美貿易大戰 觀念的問題 你把它釐清你就不會怕 既然他競選了 後面只有利多沒有利空 而且底部成型 坐頭不成反成地 那你覺得這一波上去之後 反壓一旦突破 他就要挑戰歷史新高了 挑戰歷史新高之後 你覺得他會不會競選連任 答案就出來了 那你會覺得說 老師他這個人狂人 沒台沒錢 全世界搞這個貿易戰 好 你的問題我覺得提得很好 重點來了 人家不是陰陰陰無事 到處去捅蜜蜂窩 我只問你一句話 大家都在罵中美貿易大戰 你想一想川普 他為什麼要去做捅蜂窩的事情 他真的在捅蜂窩嗎 他上任的時候我就跟你講過 他是暗表超科的總統 美國第一次 什麼叫美國第一次 美國優先 他就是拚經濟的總統 你看他不喜歡打仗 他就是要拚經濟 他的失業率降歷史最低 所以消費一定提高 投資 外資 郭台銘去投資 企業也減稅 個人也減稅 企業個人都減稅 所以他的投資被拉高了 政府支出也增加 基礎建設 墨西哥圍牆 蓋跑道 馬路 這個是負的 什麼叫負的 進口帶於出口 這叫做貿易逆差 他看 我講過川普他是暗表超科的總統 他看了這個表 哇 這個是正的 這個正的 這個正的 哇 這個負的 貿易逆差 所以呢 你只要剛好貿易逆差的國家 他就跟你什麼 喬一下 進出口的問題 叫中美貿易大戰 喬完之後貿易逆差變正的 哇 整個都變正的 那GDP就要拼上來了 那這GDP叫國民生產嘛 就等於一家公司的基本面 回過頭來 你覺得連續到我剛剛講的 美股會不會再創新高 去想一想這個問題 這句話我在他上任之前的 兩年多之前 我說錢剛剛獨斷跟你講 那時候才1萬5千6千 5千多點 6千多點 漲到2萬多 最高漲到2萬6951 你一路一路 你也在這個節目驗證了 所以回過頭來我本來跟你講 他像一家公司的基本面一樣 那他就會往上走 好 那你說中美貿易大戰 他現在已經封口 為什麼 因為他在選舉了 只會放利多 不會放利孔 那最近盤是很悶 你就在睡覺嗎 那老師等行情好 行情好 再來參加 行情好再來研究股票 行情好 這不一天正得再來說 行情好 言下之意你告訴自己 等大漲我再來追股票 所以我講過了 你為什麼在這個市場 老是成為主力的盤中孫嘴邊肉囊中物 你現在有辦法小賺 行情一來你就有辦法大賺 這句話口訣 你把它記起來 好 回過頭來 我也不斷提醒你 還是那句老話 你真的選股不會選 最近大家怕中美貿易大戰 你要為所謂的一個 把資金擺在對的地方 它叫做趨勢 你說怕中美貿易大戰 它打得如火突如 做股票市智爭 趨勢 產業的趨勢 操作的時候就是觀念的問題 資金控管問題 時間控管問題 情緒控管問題 錢就是這樣一直賺 好 那既然你有產業的趨勢 我也跟你講過 在四月底 四月底連續兩個禮拜 我跟你講你做美國內需 因為你怕中美貿易大戰 那你就做內需股 跟進出口沒關係 還是一樣賺錢 材料 材料KY是大陸內需股 大成剛剛美國內需 台灣內需就做生技 你看最近做生技 是不是都不會賠錢 賺多賺少的問題 台灣內需資產股 你看 你把錢放在對的趨勢上 賺多賺少的問題 來 舉例 像今天 你看一下保瑞 我跟你講的時候 139 前一波不來 第二波 143 你把錢放在對的地方 你看一下時間波 是四月開始我們就開始布局生技 有沒有 你布局生技沒事 你要有先見之明 你站在趨勢的讓頭 我講過做股票就是做趨勢 對 你怕中美貿易大戰 趕快做生技嘛 我都不跟你講啊 生技有沒有 你看你現在 你現在還在電子電子電子 五窮六角七上掉的 你現在是不是在等解到 你覺得 好難做電子好難做 你資金放在錯的趨勢上 賠多賠少的問題 資金放在對的趨勢上 賺多賺少的問題 五月十五 大盤開始崩 開始拉回 你看他就是不動如山 有沒有 賺多賺少的問題嘛 今天六月十八 你看又即將挑戰行高 這個點你不要讓他過去 他今天算挑戰失敗 你讓他過去之後 他是打了很久的底 他就噴出去 那同樣做趨勢的果然 他是往上 業績不斷的成長 保銳他是做西藥代工的 陳藥代工的 好 那藥品代工 你看一下 我們之前這一波 之前這一波 你說這一波沒賺到 來 之前這一波 一百一十塊 一百二十塊 一百一十八 沒有動 我也跟你講 一百二十二 頭沒有亮燈帶你到亮燈 一百三十 主委跟你講 沒有錯吧 這一波 是不是這一波 沒有錯吧 不是喔 是前面那一波 出完之後疊下來 有沒有 這一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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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波才是這一波 你剛剛看的是這一波 我剛剛看的是這一波 後來整理完畢之後 再玩這一波 就是這一個點 三月二十二 一百三 一百三十三 一百四十五亮燈 從沒有亮燈帶引到亮燈到出 那現在 現在 現在又開始回頭 過頭頭來玩 有沒有 所以你看一下大盤跌 他不干他的事 準備創新稿 選股的問題 做產業的趨勢 你做對了 你看我來來回回來 來來回回 寶瑞啊 我可以玩三趟 我住長江頭 你住長江尾 共飲長江水 日日失君 卻不見君 為什麼你不在車上 因為你不知道他何去何從 你不知道他趨勢到底往上 還往下 他的業績非常好 每年啊 今年跟去年 比YY成長都一兩百了 這就是產業趨勢往上 就做這種股票嘛 賺多賺少的問題嘛 不只有賺多賺少的問題 還有操作上的問題 一檔保累 我可以連續做三趟 中美貿易大戰 我說過 你把資金擺在生計股 你沒事情 但不是每個生計股都可以做啊 左燈 100塊 當天買當天漲點 109 114 165 扣心就不看了 117 有沒有 一直到現在開始盤整 大房最近啊 最近跌很深才開始反彈 一定破底了 他從起仗點到現在 就是打死不跌 隨時準備過高噴出 他是什麼國 生計股 生計股 有沒有中美貿易大戰的問題 所以把資金擺在趨勢的浪頭 乘風破浪 過關展這樣 賺多賺少的問題嘛 錢會難賺嗎 操作過程當中 我講過來來回回 他是時間不合 跟資金控管的問題 以及你不要受大盤影響 所以他有情緒控管的問題 這些都控管得很好 如何調兵錢這樣 如何緊張中求勝 所以我唐宋葵 每天在做的工作 錢會難賺嗎 因為你分布清趨勢 你怎麼做 而且還有時間控管的問題 什麼叫時間控管 這句話 觀念的問題時間控管 滾泥套天啊 每個產業都會有淡忘記 你不可能滾泥套天都點足夠 你現在買手電子股了 你不知道五窮六絕七上吊 五月開始是電子股的淡季嗎 你現在買手電子股 你是對還是不對 你當然套牢 賠多賠少的問題 因為你不知道他何去何從 不知道他何去何從 所以你一直在看解盤的節目 沒說錯吧 所以生技股已經不干你的事了 大家都在吃麥克風在化修 該做電子股的時候 我們也沒有手軟 該做電子股的時候 我們也沒有缺席 你看玉金光 336 也是公開表演357亮燈 從沒有亮燈當然要亮燈396 481 沒有動也跟你講 量創新高453 454 橫盤455塊半 橫盤我也跟你講 行情來的時候我們是死咬著不放 亮燈漲零 493 初也跟你講 後來我們開始吧 快靠近五月了 開始做生技 開始做鋼鐵 沒事情 開始做內需 中美貿易大戰 電子股又幾張彈機 後來你看我不斷開始做什麼 電子股 5月20 又11塊8 我說過你放在對的產業上面 你資金放進去之後 賺多賺少的問題 去想一想 為什麼買完之後 他一路過關人將 世如破竹 偷也不回 如入無人之境 只去挑戰地勢引力 去想一想 這是電子股嗎 這不是 這世紀股 內需股 風力發電 錢就是這樣賺 錢到底應該怎麼賺 大成股 美國內需 前三大不鏽股廠 43塊8 我想買對產業賺多賺少的問題 45塊7 46塊1 5塊了 錢就是這樣賺 很多人在這個市場 不但有 這個市場 現在目前的選股 不只有產業的問題 技術分析的問題 還有如何操作的問題 坦白講操作難度蠻高的 那很多人觀念不清 產業不明 你在這個市場 你當然賠錢 如果觀念不明 產業不清 應觀眾朋友的要求 他好說這禮拜 全神走透透 免費的演講 2019標股大追蹤 禮拜六早上10點 我們到楓宇 下午3點到台南 禮拜天早上10點到桃園 下午3點到台北 市場演講會是免費的演講 但是需要花一塊錢 你用廣告中的電話 打電話進來 預約座位 我們進一段廣告之後 回到現場來 每一天你的努力 都是為了那份在乎 因為在乎 我們不斷變得更好 連續27年銷售冠軍 FUSO與你一起運轉 深耕台灣 請速播 顧得頭顧 02-2578-3000 2578-3000 60秒舒緩牙齒敏感 真的厲害 敏感性牙痛 是一個問題 病人都很想快點好 有個簡單快速的方法 我推薦 舒酸定素效修護抗敏牙膏 臨床證實60秒見效 只要一分鐘 可以幫病人 快速舒緩敏感性牙痛 我怎麼會不推薦呢 東元家用空調 新一級能效 超省電超安靜 全機七年保固 還想有征服補助 要買要快喔 TAKO 太天啊 東北部 古兵器 古兵修武 世上的樂園 萬念 東北部 相信安美諾 美麗是來自最深層的合伙 她是一整天都在幫你修護你的肌膚 幫你淡化你的皺紋和斑點 除了可以淡化皺紋 淡化斑點之外 還可以改善暗沉蠟黃以及膚色不均 給我美白收護 給我雙重的保養跟呵護 留住你最愛的時刻 安美諾屬於你的美麗承諾 是他 是他 還是他 明星 明嘴 庶民 同台論戰 2020中華民國生存戰 如果我有機會 我有信心 創造兩岸的和平 我有信心 帶領所有基層的民眾 過好日子好不好 週一到週五晚上六點 絕戰2020壽名大國家 他願意向您報道 今天的大盤它收紅6月18 收盤收漲36 1萬566點收盤 我們進電腦看 重點是呈現它沒有量 那為什麼沒有量 表示沒有人敢買 買盤縮手 雖然指數往後拉 這代表什麼 籌碼很穩 賞戶不買奇怪指數收紅 這代表什麼 這個大盤這個走勢 它有免疫力 奇怪怎麼會有免疫力 今天這麼大的利空 今天報紙頭版頭條 6月18 3千億美金貿易戰倒數 老師啊 中美貿易大戰要開始 後面更大條 3千 怕死人 這塊7月2號生肖 一定要半肛的溫馳 你看到的是這個 我看到的是這個 挺川普契約 振錢倒戈 New Balance 也投反對票 他當然投反對票 做學者需要大量的勞工 那哪裡最多 大陸 那他當然投反對票 所以你看到這麼大的利空 你嚇死了 那嚇死的情況是這樣 買盤縮手 所以今天成交到800億 這叫做解白了 那既然800億 籌碼很穩 來 我們今天來看看 為什麼尾盤拉上來 也就是散戶不在車上 越容易漲 所以你必須跳脫 散戶的框架 才有辦法賺到這個市場的錢 這又是觀念的問題喔 做股票 做觀念 對不對 你的觀念一定要建立正確 觀念一通 產運也很通 觀念一通 半步輪以置天下 資金控管 時間控管 情緒控管的問題 那做股票就做產業趨勢 湯老師解排是解產業的趨勢 四月底錢剛獨斷跟你講 電子股不要再做了 很容易受傷 很簡單 無窮六卷七上的 要進入淡季 那他的產業要進入淡季 股票會像不一天正的 怎麼可能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你也怕中美貿易大戰 湯老師也跟你點出很多 產業的趨勢 你做美國內需 資金擺在這裡 賺多賺少的問題 做大陸內需 資金擺在這裡 賺多賺少的問題 做台灣內需 資金擺在這裡 賺多賺少的問題 生計 資討 一一點點吧 我都跟你講 那六到七月份 我也認為台北股市 因為他除全息的旺季 所以他會認為 來來回回 來來回回 一直到八月才有機會飄歸花香 沿街著所謂的旺季 而且我認為錢剛獨斷的跟你談 川普要做所謂的一個選舉總統 他不會再拿石頭 你要選舉了 你再亂搞 你在中美貿易大戰 你也不用站了 可能準備下來了 所以後面只有牛肉 不會有豬肉 一定好好跟你談 來 鋸雞 沒有動我也跟你談 郁金光 沒有動我也跟你談 這兩單股該怎麼看 讓你參考一下 皮胖姐 開始介紹電子股 一個是MicroLED 產業最趨勢的前端 一個是郁金光 郁金光的鏡頭即將步入旺季 聽得懂嗎 淡季竟然沒有跌 後面就是旺季 那你覺得可不可以買 這就是觀念的問題 觀念觀念觀念一通 產運很通 觀念一通 半步倫語 他自天下 問問自己為什麼沒辦法自天下 來 我也跟你講過了 內需 內需股 世紀剛剛說是內需股 風力發電 國內內需股 61塊8 把資金放在對的產業趨勢上 賺多賺少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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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們把錢放在這裡 賺多賺少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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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動了 他不是電子股 奇怪 不用人誇好顏色 只留親戚滿乾坤 出會也跟你講 買會也跟你講 為什麼 隨時會噴出 做股票就這樣做 做產業的趨勢 錢會難賺嗎 剛剛跟你講是國內內需 我們來看一下 美國內需大神剛 13塊8 把資金放在對的趨勢上面 賺多賺少的問題 44塊 45塊 16塊 有沒有 之前也是啊 從之前 這個我就不講了 之前很早 有沒有 我們玩過好幾趟 你看我怎麼玩 我可以玩好幾趟 我可以玩好幾趟 除也跟你講 壓回來再買 因為要除全息 你看我玩幾趟 所以這個不只有選股的問題 這個操盤 還有操作上的問題 出完之後壓回來再買 一檔大神剛 你看我可以玩幾趟 我可以玩幾趟 買 你看 奇怪 又和地拔蔥 買完又和地拔蔥 錢難賺錢 到底應該怎麼賺 紅豆啊 深南國 春來啊 發幾隻 勸君多彩結 標股他最相思啊 你看不懂產業的趨勢 不懂他的彈旺劑 過年一天都點足夠 你現在通過了 五窮六絕即上吊 下個月還有七月 你準備上吊 因為你選錯產業 來 剛剛講 國內內需 美國內需 現在來談一談大陸內需 材料 KY 做菸頭的 前三大廠商 你看一下我們買完之後 奇怪 他就是一路一路的創新稿 自己看 自己看 我翻快一點 有沒有 為什麼要拚勾勾勳 因為大盤跌成這樣 大盤跌死人 跌死人 他就是不會跌 奇怪 拜託他跌 他就是不跌 6月18 大盤是跌很深反彈 他是一路一路過關斬將 勢足破竹 隨時準備噴出 大陸內需 這不是 我還跟你談的嗎 你看 他五月營收 年增30% 對不對 毛利還增加 我就跟你講 原料大跌 基本面都跟你分析過了 對不對 而且中美貿易戰受賄股 有沒有 國務院公告 大陸公告 美國這個產品裡面 就有什麼 材料的原料 他被磕25% 那你是大陸的廠商 你會跟誰買 當然跟材料買 所以他產能滿窄 重點是他原料 竟然還大跌 原料大跌 表示他毛利又增加 營收又增加 中美貿易大戰受賄股 這種股票 什麼時候噴出的問題 所以為什麼我們到現在 獲利還是不出 錢到底應該怎麼賺 現在都是沒有 做股票 這是一場好山好水 好風景的好盤 很多好的股票 你看你在等解套 你看一下我們的股票 大家發財 大家發財 我們是賺錢還不出 你是在等解套 跟對了很重要 你產業不明 趨勢不明 你怎麼做賠多賠少的問題 產業很清楚賺多賺少的問題 來 真的賺不到錢來聽演講 2019標股大最終 免費的講座 禮拜六早上10點風圓 下午台南 禮拜四早上10點桃園 下午3點台北 這市場演講會是免費的演講 到會場來 我會跟你講中美貿易大戰的道理 應該怎麼挑到標股 還有什麼產業可以找到標股 這是免費的演講 但是需要利用廣告中的電話 花一塊錢 打電話到估讀頭過來 預約座位 我們進一段廣告之後 你要好好利用廣告中的電話 預約廣告中的座位 我們明天見 這次活動的介紹 最好的 我們必須這次活動的 天見 我們是否再打電話 我們不會離開門